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11.543 我是主持人谢燕荣 周末前进行运动543 九合一大选倒数半个月时间 而今年除了县市长跟县市议员之外 十项公投议题也受到不同族群的关心 其中呢带有政治位 但是呢又好像跟体育息息相关的是 冬奥证明公投 而到底冬奥证明公投该怎么投 它的影响有哪些呢 今天我们要听听体育大主播陈凯的看法 哈喽陈凯你好 叶容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实说这个话题呢 其实我们有挣扎过要不要谈 因为现在台湾的网路气氛 很容易因为你的谈话内容 惹怒了正反其中的一方 然后呢就会被意见不同的 另外一方追着打 甚至被黑等等 一下子就把我们的网路留言给灌爆了 又或者说 把你的评价下修到一颗心 甚至更糟糕 不碰这个话题是最安全的做法 但是不碰真的是应该的吗 如果身为媒体因为怕被部分网友围剿 我们就不谈这个问题的话 我自己是觉得蛮悲哀的 所以今天还是要请陈凯一起来设计 我们来谈一谈东奥证明公投 好我们先简单说 所谓东奥证明公投呢 就是说你要来投说 你要不要从中华台北证明为台湾队 去进军东京奥运会 2020东京奥运 如果你赞成的话 就按同意 不赞成就按不同意 赞成的意见 当然主张说我们本来就是台湾啊 自己台湾人都不挺台湾 你用不伦不类的中华台北算什么呢 而反对意见则认为 可以叫台湾 我当然就叫台湾哦 就是国际现实不让我们叫台湾 我们才妥协出中华台北 如果现在硬往前冲 最后可能的结果是 拉着运动员陪葬 最后我们可能会被国际奥会除名 什么比赛都不用去了 似乎这两边的说法都有支持者 而且几乎没有交集 而身为四届亚运 四届奥运采访团的一个常客 陈凯你怎么看现在两边的一个拉锯跟说法呢 台北奥会利用奥会模式 利用在1980年洛桑协议开始起呢 已经有了将近40年的历史 包括之前的19年 跟他21世纪到现在为止的18年了 那么在过去的40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所有的代表团 都很容易的可以去报名 国际上的各种的比赛 大大小小的 不管是什么运动专幕 只要是奥会体系承认的运动专幕 包括连最近台日棒球交流赛一样 因为那个比赛 你会觉得好像只是职业的联盟比赛 为什么他们也要挂 Chinese Taipei 为什么不能够挂国际 因为之前两年前的比赛 他已经去跟国际棒总申请认证 那国际棒总当然就隶属于国际的奥会里面的 其中一个奥运承认项目里面的总会 所以他的所属的所有的会员国 就要采用奥会模式 过去都这样打 好像大家觉得说是理所当然 但是现在有人觉得 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台湾的名字来做 而即使是现在要投反对 反对这个冬奥证明的人里面 也有部分人是赞成 应该要证明为台湾 只是这些这一部分的人可能认为 以目前采用公投案 或者是公投的方法去走 这个证明的途径 是一项不可能成功的路 而且可能要付出来的代价 可能是台湾的运动选手所不能承受的 我们大概都忘记 从我们推出联合国 大概1970年代的中期 1972年我们还比了最后一次的慕尼黑奥运 以中华民国的身份参赛之后 从1972年大概到1983年左右 这十年的时间里面 退出联合国 那之后也被国际奥会的代表权 也被中国拿走 我们全部在两年之内 退出了超过30个国际各单运动总会 那么我们的所有的运动选手 都不能够出国比赛 这个前前后后的时间 大概加起来大概有十年左右 那对很多运动选手来说 这十年可能就是他的 所有的运动的巅峰的生涯的总颗 很多人可能还撑不到十年 那我们大概都已经有一点忘记了 那个时候不能参赛的情况 那后来国际奥会要解决 这个两个中国的主权这个争议呢 想出了这个Chinese Taipei这个办法 让海峡两岸的代表团 都可以去参加各式各样的运动赛会 东奥证明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谈这个事情了 还是简单说一下 因为要解决两个中国的这个主权的争议 后来采用了这样子的一个中华代表团 在台北跟北京有两个不同的奥委会 不同奥委会都可以来代表各自的地区 那么可以来参加国际奥会所属下面的 各项的运动赛事 那是四十年前这样子的时空背景 当时我们是不满意 但是我们接受了 那么同时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 对岸也就是中国政府也接受了 两边都接受 国际奥会也接受 于是有了洛桑协议 这个协议是三方都同意的 那么今天四十年之后 我们有国民认为说 不应该用这样子的中华代表的名字 我们应该用台湾来申请进入的 国际奥会来代表我们的名字 一个协议要你去改动 是不是单方面说改就能改 当然不行 前面说过了四十年前的协议 是三方面都同意 而且最主要的同意的对象 应该是我们以及对岸的政府 对这个事情是 只要你们两个人谈好 国际奥会基本上 他们通常没有太多意见 但是现在这整个的 包括公投的成案 进入公投的程序 基本上我们并不在乎对岸的意见 因为两岸之间的政治的敌对的关系 这个外交的对立冲突 这四十年还是一直不断的 当然事实上对面的态度也很清楚 他不会愿意的 他不会愿意改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是要求国际奥会在我们单方面 希望改名情况下就改名 而不去顾及到当时签协议的另外一方 也就是中国政府的想法 或是他们的态度 那国际奥会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今年也已经发了一份文了 说并不打算片面的去改变 你们的名字 我们也不会准许的 请你们要继续用这个名字 来参加国际奥会 辖下的各项比赛 包括东京奥运会 之前国际奥会已经表态了 而我们也没有去征求对岸的同意 那我们就自己来推公投 公投法是我们国内推行的法律 是我们国内的公民赋予我们台湾的公民的 中华民国公民的权利 也是义务 所以就进入了公投程案 进入了公投程序 现在的情况就变成了说 把这个公投案如果能够过了 就可以来要求政府做出相对应的处理 但是呢 目前的情况就是在整个的 这个公投的议案里面 比较微妙的地方在于说 政府虽然是要 如果跟途法这个方法过了 只要根据这个公投法做出应该的处理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案子 如果是成立了 应该去要求中华奥会 跟国际教会提出申请编更名字的案件 不过呢 中华奥会并不是政府的机构 中华奥会是一个民间团体 行政院之前的表态是说 我们尊重民间的意见 行政院呢 在这次整个公投案里面的表现 是非常的被动的 尤其是东奥证明这个案子 按照中雄会规定里面呢 提案的人就是正方 提案通过的 成案的他的提议就是正方 那要办无场的辩论会 反方怎么去找呢 反方如果是跟政府的议案有关系的 跟政府态度有关的 那么就由政府来担任反方 政府如果不担任反方 他可以指定某个单位来去做反方 或者是说 如果其他人也想要担任反方的话 你可以去搜集940个签名 你可以成立一个办公室 这代表说你代表一定的名义 由这个办公室呢 来担任反方 那不一定要政府来担任 或者是由民间团体来担任 但在这次的公投辩论会到目前 到进行到现在为止呢 在这个东奥证明的议案上面 反方行政院也没有提人出人 也没有指定任何的代表 而体育界呢 也没有提出任何代表 导致于在这个公投案 到目前为止 进行到了电视辩论的时候呢 你看到的就是 全部是要求东奥证明的 这个提案这边的五个代表 这样唱独角戏 而没有任何反方的声音 可是我有听到 包括中华奥会主席林鸿道 跟前主席 现在的荣誉主席蔡成威 他们不是都在网路啦 或自己的一个社群媒体上说 其实不应该让体育界 去当炮灰等等吗 他们不是都说话了吗 对 他们既然都说话了 为什么不去电视辩论 为什么公开说明呢 为什么是要在 这个另外去找媒体去发声 或者是在脸书上发声 要求大家分享 要大家讲起来呢 事实上整个体育界 对于似乎对于整个 目前台湾的公投程序 是完全不了解 不太可以说 连媒体都不太了解 所以你就看到 其他的公投案件 像同志 像同志这个婚姻案 一夫一妻的这个案子 几个案子 13、14、15案 都是跟同志婚姻有关系的 性平等教育关系有关系的 他们在争取这个电视辩论的 这个抽签的时候 真的你死我活 甚至还有正方的人 去用了搜集的名 搜集的这个足够的签名之后呢 去反方那边来抽签 有点反串的意思 来去反串 这样来做这样的情况 但是在体育这边 是完全的放弃了 这一次的战斗的机会 完全就是把这个 发声的这个舞台呢 就让给了正方 放弃了这个机会之后 而在自己再早去媒体来发声 那这样效果 我不敢说这样效果完全没有 但是站在正方 或者是对这个议题 一般不太了解的 国家的民众来说 可能会觉得说 体育界是不是都没有意见 是不是觉得说没有关系 那就让你们 去正方就让去提就好了 是不是我们就 我们也不反悲降 我们就默认了 有这样子的效果呢 我不知道 但是现在看起来的情况就是 这个正方就是 有这样的声音 最大声音 因为他们在全国的辩论会里面 可以这样公开的表达 他们主张 但是呢 反方的体育界的 这些体育界高层人士呢 就并没有 在公投的这个 签字辩论会上面呢 去勇敢的做出自己的意见 而反而是在利用媒体来发声 所以这个目前 我觉得是网络声量的 一种不平衡 其实我觉得最有力的说法 或最能够说服人民的是 现役运动员自己站出来说 他们要不要冲这一把 因为对他们来讲 直接受到影响是他们的参赛权 他们的未来 甚至是他们比赛的一个机会 我比较期待是看到 或听到现役运动员 对这个议题的看法 不过好像很少 有些人私下告诉我说 其实他们不敢说 因为网络压力真的很大 到底怎么回事呢 休息一下 我们回到节目现场 继续来请教体育大主播陈凯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11点543 我是主持人谢彦荣 今天进行运动543 跟我们聊天的来宾 是体育大主播陈凯 哈喽陈凯你好 县荣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现役的运动员 不敢针对冬奥证明公投 表达他们的意见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是民主国家吗 连说出自己的看法 自己的意见 都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吗 对啊 就像之前的整个冬奥证明 议题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其实就在 印尼亚加达亚运之前嘛 但是所有的亚运的选手 没有一个人出来 没有任何一个现役的国家代表队选手 站出来去支持这项冬奥证明运动 为什么这样提呢 这就提到第二个这个重点了 就是说 因为中华奥会也好 或者是这个 其他的这个单面单位也好 都从对岸的获得了一些讯息 就是说如果我们继续再推 这个冬奥证明这个案子呢 这个就算中华过了 然后去要求中华奥会 这样请政委去要求中华奥会 去跟国际奥会申请改名 国际奥会里面 它虽然规定说 所有的地球上的所有的民族国家 这个都可以有同等平等的成立 去参与奥运会 但是它同时呢 也在奥会的宪章的27条里面 明定任何国家的政府 不可以干涉 该国的奥会的独立行使 职权的独立性 简单的白话一点讲 就是政治不能去干涉体育 当然这句话是列在县章里面的 我想前面的人也是列在县章里面 县章是这样写 但是实际上是不要照县章这样做 当然实际实务上 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就是政治是不是真的 不能够干涉体育 我们现在还是看到很多例子 国际奥会没有抓 但是并不代表说 我们也这样做 国际奥会就不会抓我们 他们如果要拿这个奥会 这27条来抓 这个现在台湾地区 叫中华存民案的话 我想这是符合他们的条件 因为如果你是由行政院提出来 要求中华奥会来做 那你就是用政府的力量 我说当然政府也代表民意 就算是民意也就好了 也代表民意 来要求中华奥会要提出改名 那这个是不是政治干涉体育 我想答案是很明显的 但是要不要走到这一步 后续行政要怎么走 我们并不清楚 可是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说 或者是之前的奥会 也提出来警告 就是说这个27条 有可能造成该国的国家奥会被停权 被停权的意思就是 选手不能够参与其他的比赛 这件事情呢 在目前推动东奥证明的这一方的看法 都认为说 不会造成我们的选手的参赛权益受到影响 他们甚至提出了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第一个是能不能够改名 在国际教会上 如果我们过去看到国际教会的 有没有这个该国的奥委会的 这个改名字的例子 目前有 的确是有 比如说像之前的荷兰 就改过他们的名字 荷兰本来从Holland改成了Netherland 就去改过名字 或者是说像这个 这个以前伊朗也改过名字 还有这个非洲的刚果也改过名字 那这些改过名字的 当然他们都有各自的背景 有的时候是觉得这样子的地区 比较符合国的地区的称号 但是呢 共同的条件 条件就是说 这三个过去的例子里面 都是国家的政体 跟国家的结构 有了明显的改变 国家改朝换代了 变成了一个地区可能不变 但国家换了新的国家了 那么就换了名字了 那如果没有明显的 这个政权结构的改变的话呢 我们教会目前是没有任何改名的潜力 台湾这次要做 等于说台湾如果这是成功 会是第一次 就是我们国家有没有改名字 我们国家目前没有改名字 我们还是叫中华民国 我们的政体没有明显的转换 我们政权 你说国民党民党蓝绿有转换 但说国家政体没有转换 没有转换的情况之下 你要去说服国际要会说 我要去改我的名字 当然本来我们在国际要会里面的名字 也不是中华民国 我们是中华台北 对不对 是一个也不像地区名 也不是政权名字的一个 很奇怪的一个组合体 现在我们把它改成 就是用地区的名字来改 可不可以呢 为什么不行呢 我们政体不能改 难道我们地区不能改名字吗 前面提过40年前 为什么不叫台湾 而叫中华台北 有当时的时空背景 而现在经过了40年之后 其实两岸的政治的气氛跟环境 或者说是对岸的政经 在世界上的实力 也比这个所谓的对比 也越来越明显 简单说对方是越来越强大了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小的国家要做外交 小的国家要做外政上的动作 都要非常的谨慎 我们怎么想是一回事 但是我们要怎么去做 才能够得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么现在东奥正名的讲法 就是我们先去投嘛 我们先去提案 你不能禁止我提案 这是不见得的事情 我们看到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联合国 联合国我们本来也想要证明入联 我们台湾市要入联 十年前风轰烈烈推了好几年 我们自己现在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我们就找联合国里面 跟我们有邦交的会员国 然后在联合国帮我们发言 说让我们进来 结果每次去每次被挡架 挡了几年后来 我们的邦交国还越来越少 推动联合入联的事情 讲了几年停下来 发掘到无以为继 所以现在把战场呢 不管会是我们现在的国际 各式各样 所有各种的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里面 我们唯一还有正式会集的 就是剩下中华奥会 所以拿中华奥会 目前来的靶子 靶子里面呢 就是说我们就是拿这个来谈 做台湾这样子 那谈不成 我们顶多就是被拒绝嘛 被拒绝怎么可能被停赛 对不对 这是目前称方的说法 那我刚刚已经前面提过了 就是说过去没有这种 政权没有改变 而你要去改名字的潜力 从来没有过 所以你先要去说服国际教会 第一个就要说服国际教会 为什么你们没有改名字 为什么你们中华民国 没有改成台湾 而要先去改中华台北这个东西 这个你必须要去先跟 这个国际教会 要有很清楚的说帖 或是一个态度来明白说 我们就是要叫做台湾 你必须要去说服国际教会 就算你讲的这有道理 国际教会还是要去顾虑对岸的反应 这是一个公平的处理的方法 不是只听一边之言 再来就提到说 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参加比赛 甚至是我们被27条停权了之后呢 我们还是可以 运动员还是可以参赛啊 我们还是可以参加东京奥运 这是正方提出来一个说法 就算是我们政治干涉体育好了 就算我们奥会被停权好了 你看是不是曾经有过什么 有挂过独立棋的 有挂过独立棋的这个LC的 有挂过奥会棋去参加比赛的 这些独立国协 当1992年的时候独立国协 这个苏联刚解体的时候独立国协 是不是就挂奥会棋去比赛 或者说像上一届奥运会 还出现难民队 在非洲的南苏丹的难民 他们连国家都没有 他们难民队也可以参加比赛 对不对 所以他们都可以参加比赛 我们就算会及被停权 像上届的科威特 科威特也是因为政治介入体育 所以科威特被停权 但是科威特的运动选手 还是参加了里约奥运会 那既然科威特可以 台湾为什么不行 对不对 所以他们的目前的 东奥正名的这个正方里面 提到的案子提到 就认为说 台湾的运动选手不用担心 你们不会被停权 就算奥会被停权 你们也不会去参加不参加奥运 但是这件事情呢 其实呢 也不是东奥正名小组说了算 对不对 因为这件事情刚刚说过 这件事情是没有人做过的事情 以这种理由 以我们刚刚说过 我们在政体 国家政体 没有去明显做出改变的情况下 我们要去更动名词 过去是没有出现的 所以呢 过去的情况 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不知道 但是目前的情况就是说 前面的我们参赛的 都是按照洛昌协议的 那按照洛昌协议的事情 我们做的好好的 那我们现在自己要 解除这个洛昌协议 对我们这些 我们不要做协议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不要听对岸怎么讲了 我们也不要 我们自己就是要改名字叫台湾 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澳会会不会保障 台湾运动选手的参赛权利 目前没有人敢打爆票 我们现在不管是正方也好 或者是反方也好 我们都不是国际澳会 我们不是主席巴哈 我们也不是澳会的里面的 筹委会 或者执委会 或者任何的一票代表里面 我们都不能够确定会不会 也就是这个风险 我不敢说一定没有 但是呢 正方是拿着 老实说 真的如果澳会 如果这个事情 所有运动选手被竞赛的话 那被影响的 当然就是选手本身的运动生涯 跟生命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台湾 我们其实选手是出国比赛 出去比奥运会 他们不能比奥运会 我们还是一样上我们的班 上我们的学 做我们的事情 看我们的电影 出去打我们的游戏 然后我们的生活是一平如常的 这些认为要证明的 这民众来讲 一平如常 只会影响到 那五六十个 取得东京奥运 门票资格的选手 只是他们不能去而已 那所以现在 整个东京奥运证明案 到底会不会影响到 害选手不能够去东京奥运 没有人能够打包票 但是正方的选手 是拿着我们的运动选手的 运动生涯跟生命 去做赌注 拿别人的运动生涯生命 去做赌注 而不是拿自己的 今天我觉得说 如果是今天要谈这件事情 大家要承担 共同的风险和责任 如果今天台湾 如果中华民国 最后被政体改变了 我们就改名叫台湾了 我们国家也改名叫台湾了 建立了台湾 建立了新国家 那么这些运动选手 当然应该要用台湾的名字 出国去比赛 这是很合理的 因为整个国家都同意了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政体 我们要改变 我们要证明 我们要建立新国家 那么我们国家的运动选手 当然也就是 既然这个国家 我们就服从多数的意见 现在的情况是 我们自己国家里面 没有任何的改变国家名称 这样子的做法 甚至在公投法里面 规定公投国家的体制 跟证明是不能做公投的 是不能公投的 但是要叫运动员先去改变 运动员先去改名字 替这些选手先坐往前冲 让他们就先去牺牲 而我们还是可以按居乐业 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运动选手是不公平的 你让他们抱着这种担心 当然你可以说 这种机会很小不会 但是谁能够保证不会 我们都不是国际要会 我们都不是主席 那你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觉得说 只要说不会就好了 好那就是反正真的要死 也是死别人 死到有不死平到 那这样的条件情况底下 再去谈这东奥证明案件 就会变得非常的尴尬 那所以现在 我们到底是不是可以 真的按照大家的想法是 我们就可以去提案 然后中华会可以听 可以不听 然后提上去可以被驳回 驳回也没事 这都是我们自己的 一心的 自己在脑里面做的脑堵 而不是不见得是 实际可能的情况 而我们都不去讲 那个最坏的情况 如果说最坏情况 就不会发生 但是没有人能保证不发生 而且如果就是发生了 倒霉的也是那些运动选手 而不是这些提案的 东奥证明的小组 也不是这些 参与签名的民众 这是觉得最可惜的地方 要用台湾的名字 去代表我们去出国比赛 不少人 包括运动选手本身 都有这样想 刚刚我自己去参加过 几些的奥运会上面去 我也碰到别人 就是跟我问过 我说 什么叫强烈台北 我什么叫强烈台北 那当然我就会先问他说 你要比较短的版本 还是比较长的版本 我长的版本 我可以跟你讲半小时 短的版本 简单的 如果我要跟你讲短的版本 一分钟告诉你 几句话告诉你 就是说 我们在之前 因为跟中国 可以争取奥运的代表权的时候 我们被迫去接受了这个名字 不然我们的选手 就不能出国比赛了 那出国比赛是不是最重要 如果真的我们国家改变了 我们真的要台湾要独立的 我觉得运动选手的参赛权力 事实上是没那么重要的 因为整个国家都要独立 我们都要准备要 为我们的自己的领土 跟名号来做奋战的话 全民皆兵的情况下 运动选手算什么 对不对 当然是没有话说的 但现在情况不是啊 现在情况是 我们就其他 我们所有 一些暗地兵不动 然后拿着这个 我们在国际上 唯一拥有正式会集的中华奥会 中华台北奥会 然后去做国际上面 要求这个中华奥会 去跟国际的 既有的体制 既有的政治结构 做冲撞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奥会来说 是不公平的 但是奥会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 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 公投法的这个审议 里面的电视辩论流程 奥会都全面的起手 甚至于说 整个奥会里面 每年去办奥林匹克模式研讨会 也好 或者办国际体育事务人才也好 都已经办了十年 甚至有二十年以上的历史 但是办这个研讨会之后呢 就只有这三十十个人 三四十个年轻学生也好 一两百个年轻学生 听到这个东西 现在是一个网路的年代 他们听完之后 其实现场都有录影 都有录音 有录影 那是不是可以把录音跟录影 放到网路上面 去跟民众 一般民众宣告说 去宣导 去讲解 为什么我们要去接受 通法台北 那可能过去 他们觉得说这个东西 讲起来也不是这么很好听 我们就是被迫改名字嘛 不要讲 但是不要讲 结果就是全国大部分的民众 都搞不清楚 为什么要叫中华台北 于是就说 那我们当然要叫台湾啊 这是一个很直觉的 很直接联想 但是没有考虑到 后面的权力折冲 跟我们台湾在国际的 政治环境里面 我们的讲话的分量跟实力 那所以说这件事情 就是很可惜 我认为澳会没有进到 应该要去推广 澳会模式 宣导澳会模式 为何如此 他们没有进到 应尽的责任跟义务 导致于现在 在整个东奥证明案里面 所有的发言权 话语权 都被东奥证明的正方 所拿走 也激引了超过 36万名的民众 去签名 来这个认为说 应该要去跟国际奥会 申请东奥证明 所以呢 现在国际奥会 所以现在中华奥会 就承担了这个目前的结果 就是你过去 你没有好好的宣导 结果现在大家都说 你不应该用这个名字 你自己过去不好 去讲解这个事情 到这个结果就是 要用公投案来 逼你去跟国际奥会赶 我觉得澳会 中华奥会 也是咎由自取而已 其实我现在观察 事件的发展 我觉得当然 如果说你去公投 然后最后这个公投案 没有通过的话 事情就相对来说 是比较单纯一点 如果说呢 这个公投案 它通过了 然后接下来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中华奥会 真的去提改名字了 去提证明 另外一个就是中华奥会 即便你公投案过 但是我民间组织 我可以不要管你公投 所以我按兵不动 我现在就完全不动 很多人说 这可能会是一个解套的方法 我就一部分呈现 我台湾的名义 我希望能够叫自己的名字 用我的方式 或者是希望国际能够尊重 我们就是想要叫台湾 但是在实际动作部分 我不会去提出申请 所以这部分 你就算老公有意见 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或国际社会 你有没有办法除名 因为我并没有提出 证明这样一个申请 这样的一个做法 有办法解套吗 这个做法是一个当中 可能大家现在 我还是要回到 这就是一个我们脑补 我们脑补觉得说 这方法只要中华奥会 不跟国际奥会 去提出来 这个改名的提案 事实上是不是就 不会牵扯到 政治干涉体育这个问题 因为中华奥会 行使它独立的权利 它无据于 行政院的要求 这样是不是 我们就不会受到危险的 问题是 如果是到这边 就解套的话 请问一下 东奥这名的小组 会满意这个结果吗 他们都好不容易 收集了这么多的签名 几十万的签名 好不容易 花钱发起公投案了 然后好不容易 公投案过了 过了以后呢 小小一个中华奥会 就说对不起 我不帮你提案 我不帮你提案 那你觉得东奥这名小组 会满意这样的结果吗 他一定不满意吗 他的结果 他要的理由 就至少你中华奥会 就要跟国际奥会 去提嘛 那国际奥会 提都不提的话 那就是中华奥会的责任 所以中华奥会 如果是占到这个事情 如果是用这种方法 来解决 作为一个解套的方案的话 那中华奥会 就会变成全国 希望证明的一个 建筑国际的单位 就是因为 他们会变成建靑 他们变成建靑的理由 就是我就是不提 但是你不提的话 名义都在你 现在全国的名义之外 他们是不是电话 会被打爆 是不是网页会被灌爆 是不是什么 我不清楚 但是现在情况 是不是就是让中华奥会 无论怎么做 他们都会变得非常的困难 那中华奥会 他们只是一个 对外的一个单位而已 他们并不是一个 非常具有政治实权的团体 那事实上全国 还有很多的单项运动协会 其实单项运动协会 才是负责选手主训代 那中华奥会 只是负责一些 这个对外的交涉 这联络交涉 出团的 出团这些行政事务的 相关的代为办理而已 以中华对为名字 出去的行政事务办理而言 那他们要去负担这个事情 我觉得长久来看 这个也不可能是 也不可能是最后的 长久的解决之计 就是你要利用 这个冬奥证明案 在国际上就是发生 你要证明台湾 我觉得是并不容易 而且过去是没有例子 而且过去就是说 最后你的结果就是 你要一步手拼到底的话 你就是拿着别人的权益 拿着这些运动 精英台湾精英运动选手的 这个运动生涯去做赌注 拿着别人的东西做赌注 而自己不用花任何成本 这样的算盘太容易打 而我还可以获得一些 政治上的资源 这是我觉得现在体育界最悲哀的情况 有人说啊 我们运动员身为运动员 如果连用理性合法管道 去努力去争取 自己要叫什么名字的勇气 跟意愿都没有 铁为运动选手 谈什么勇敢跟价值呢 对也许你会这样讲 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希望这样做的话 但是问题那不是运动选手啊 今天如果有任何运动选手跳出来说 现役哦 现役哦 对现役的中澳队国手跳出来说 我愿意去承担这个 我愿意赌上我的运动生命 我去支持东澳证明这个案子的话 那我觉得那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还有一些转环的空间 但是我现在的情况底下 就是没有选手站出来嘛 现在所有出来发生都是退役的运动选手 这是对于50年的运动选手 那他们早就已经离开 现在的国家都已经非常的遥远了 所以他们玩的不是他们自己的权益 他们玩的是别人的权益 而且你知道吗 他们比如会讲说 哎呀我当初也觉得说 自己出国比赛最重要 但是现在回头来想一想 更重要的身份是台湾人 问题是哦 你可以现在回头来想一想 因为你参与过 但是你现在影响到的这些人的权利 他们很有可能连参赛的回忆都没有 因为这样一把搞不好什么都没有了 叶蓉宇提到的应该是前到中华队的排球过手黄培红了 他在这个脸上发了一篇很长的文章 但是黄培红之前 他因为跟排球协会的意见不合的关系 他很早就宣布退出了中华队 退出中华队 他目前在意大利的球会里面打球 他在意大利这样打球的原因 除了他个人球体很接触之外呢 我们台湾的外贸协会 拿着台湾精品这个对外招商的这个slogan的经费呢 也撑出了他不少经费 这样他可以在意大利打球 虽然打球上的时间也并不是太多 所以他个人获得了一个很安全的位置 因为有这样的发言 因为跟现在的排协 站出来反对排协 那后来也获得了国际中华队的位置 他获得了一些他个人的一些资源 但是那是属于他个人 所以其他大部分的 其他现役中华队的选手来说 难道每个人都可以跟黄培红一样 只要打的反这个奥会 我就可以拿到我要的资源吗 我不太相信有太多人 有这样的规律跟条件 所以这就是一个 现在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就是你自己已经安全了 可是你拿着别人的权益 去往前冲 说你们现在 你们也要跟我一样 我现在已经 我已经觉醒了 你们也要觉醒 但是有这样的 好像学长跟学弟这样讲 但是学长已经找到了 别的这样的位置跟资源了 那学弟是不是要去找这样位置跟资源 这个在体育界里面 大家就是在讨论这样的事情 而且本来我有想说 那要不要就请这些准奥运国手 我们大家一起来开个会 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你们要不要就冲往前冲 为了国家 为了前途 我们大家来做一个决议 后来我想一想 好像也没这么单纯的 即便决议了 现在还在路上 朝这个目标前进的人 你也没有办法 帮他们做决定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 必须要更务实一点来想 目前我身边 可能本来就支持 不只是东奥正明 甚至可能他比较想要的是 我们中华民国正名为台湾 在政治立场上 非常鲜明的这群人 当然希望借由这样一个公投案 能够表达出他们的意愿跟意象 另外一群人呢 可能从头到尾 我就不想要台湾独立 或者是台湾正名 但是我想要看看 民进党政府怎么回应来 来看一看这个 东奥正名公投最后的结果 所以两边的人 现在反而有交集哦 都是希望在这个 东奥正名公投上 投下同意票 一个是希望传达 这一派的意见 给国际社会听到 另外一派是有点 想看好戏的心态 想看一看 你这政党怎么面对 如果真的通过之后 你要不要来做这个作为哦 你怎么来看 这样一个投票的一个意象 跟他们的一个想法呢 公投法之所以设定公投制度 就是希望国民都可以去对任何的 对各个多人关系的案件去表达意见 那表达意见的方式 最基本最直接的 就是我赞成 或者是不赞成 那目前的情况 就像我刚刚说的 有人在 即使是不赞成这个东奥正名案的人 也有很多人希望 其实是希望叫台湾 只是他们认为以目前 这个东奥正名这样的公投案 用公投案的方式 去表达民的手法太过于粗糙 而且可能让运动员 面临很大的风险 所以他们投下了反对票 那当然也就像你 月容你刚刚提到的 那是不是也有一些民众 或者是一些人 想要说 我其实是反对东奥正名 但是我认为民进党政府 在中间上下其手 他在这个方面 一方面去默许 东奥正名案的成案 另外一方面他又说 我是尊重民间意见 另外一方面又希望 借由这个民意的累积 去累积以后 真的来独立建国的资本 他认为民进党生活 只有这种想法 那么我们就干脆来 我们就干脆试试看 我们也来投赞成票 然后让民进党政府来难堪 也就是说 即使是一个投票的赞成 或者是不赞成 你都可以有这么多想法 如果你除了直接想法之外 其他这些想法 都是非常政治的 非常有心机的 包括了不管是反备也好 都是有这样的情况 那如果是 要用这种方法来真的话 最后的成案 或者是不成案 最后的票数 其实不能够反映 完全的民意 这事实上是公投法 现在一个当然就是 我还是要说公投法 它其实虽然是可以这样做 但是能够实际上 呈现出来 表达是真的民意 其实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情况就是很有限的 有很多可能根本搞不清 不关心 那有人关心的结果是 我是来试试看 希望让不要让 现在执政党政府 可以从中间轻轻溜过去 我就是要来试试看 它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事实上 我觉得政府要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也没什么状况 因为它过去 也面与到很多很多争议的时候 它都有很多转弯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 不是太好的 太有作用 对我的感觉来讲 还是应该回到自己的本心跟初心 你真的认为说 要冒着可能 能牺牲运动员的风险 就为了这个案子来证明的方法 你真心相信这件事情会做到的话 那你就去投赞成票 那如果你认为说 台湾的运动选手 台湾的运动选手的权益 或者是我们的国际上的运动赛事 这个比赛的事情很重要 比起目前这些名字 到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实力能够发声 我不要冒着风险 让我们的小代代资影 不能出去比赛 我不要冒着风险 让郭庆成不能出去 播世界纪录的话 那你就投反对票 陈凯你会去投票吗 我会去投啊 公投还是说 你会去投县市长跟县市议员的选举 目前在每个案子里面 我想我都会去投票 虽然听起来有点困难 因为要公投有十张票要选嘛 是要非常小心非常危险 不过在每一个议案里面 我想我都有我个人的想法 所以你十个公投案都搞清楚了吗 十个公投案大概的意见 我都已经弄得很清楚 我有听听懂新闻啊 真的哦 大家现在讨论最热烈的 当然就是同志案 那另外一样 包括有反核实 包括有这个深奥的 反电厂的事情 甚至也有包括体育的事情 其实这个主要的 我们大家我想一般民众 会比较担心的是 因为这个案子的时候 在这个公投的项目里面 它的叙述的文艺 其实有一点点隐晦不明 并不是每个都写得很清楚 你是否同意怎样怎样怎样 写到后面好像有点这样 富富为政 正负颠倒那种感觉 你即使你有想法 你很怕自己会投错 会有这样的小小的担心 对什么良好三坏 其实都是很危险的事情 现在好像有一种 讨论到公投的时候 就好像说 只要你是绿营的 你就会投这个 你就会在像冬奥深奥电厂 你就会帮绿营解套 或者在核实方面 你就会震造这种的政策 或者是说 代加盟跟伴侣盟之间 这些投出来的 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提案里面 你就可以做出选择 我觉得也不错 因为可能每个人的想法 都不太一样这样 他可能不见得所有的方法 都是站在绿营的方向 或所有方法都站在蓝营的方向 有一个公投可以让他表达 一点机会也不错 所以抛开蓝绿 如果大家真的搞懂公投之后 再去投票 不要按照颜色 或说提案人 这蓝营提的 所以我一定是赞同他的看法 这是绿营提的 所以我就一定要站在这一边 其实能够抛开蓝绿 或许未尝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当然如果你想要搞懂 十项公投案 包括今天我们聊的 冬奥证明公投 也欢迎大家上 中国主播谢叶荣的 脸书粉丝团 我们在影片区 有一个听懂公投的一个专栏 我们陆续已经推出 相当多公投的说明 不要再去被两好三坏 或者是说 你看到开头 你就投下同意之类的 这种完全是没有经过 大脑的一个投票方式 不OK 我们先听懂公投之后 再去投票 也非常谢谢体育大主播陈凯 今天陪我们聊天 谢谢陈凯 谢谢